OK 我们再来问杜老师 你养的薄眉狗 请问这只薄眉狗是怎么来的 它原本 原来的四组是 比较没有这么注意 它有点被虐待的感觉 所以我就接手收留饲养了 那它有被虐待的创伤吗 有 所以它很没有安全感 具有一点攻击性 那有没有生病的经验 有 因为它年纪也大了 这只狗狗有11岁了 所以它有心脏病 肠胃也不好 髋肝节也不好 去年还动了两次的节食的手术 真的是 所以你现在总共养几只薄眉狗 我现在手上就这一只 就只有一只 所以你现在照顾它 平均一个月要花费多少 它的一些营养补给品 加上医药费 大概一个月要5000出头 哇 真的是不得了 5000块真的是很多 其实我们再回到现场来 大家听了他们在说 其实好像是狗 还有一些动物的老化 是蛮严重的 因为看起来包括他们的关节老化 还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想问一下李医师 因为你在这个癌症的治疗中心 帮这些动物 所以除了老化 癌症是不是也是常常发生的问题 对动物来说 因为他们的存活时间变长了 所以他老化的过程当中 肿瘤不可避免了 他的比例开始增加 是 那现在因为我知道英国 他们的狗 那个肿瘤过世的占三分之一 可是台湾是不是也是最高 还是还没有到 比例上差不多非常接近了 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 但我们台湾并没有对宠物的肿瘤 做一个登记 所以实际上 我们没有实际上面的资料 但是从台大动物医院这边 看到的一些趋势看起来 我们自己做过院内的一些统计 大概是这样 差不多的比例 OK 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到底宠物的种类大调查 台湾到底都养哪一类的宠物 我们来看一下 最多的是狗 占了47% 第二个呢是水族类 占了17点 17% 所以有很多人以为说猫是第二位 不是猫是第三位 是16% 再来有包括鸟啊 鼠啊兔子啊 蜥蜴还有其他 那所以在这里面 好像狗也是台湾最大宗的 可是在这么样的大宗里面 我们刚刚都有询问说 如果狗你养了宠物生病了 要带它去看医生 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动物医生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 罗医师 你怎么样平常怎么问诊 因为狗不会说话 它不会告诉你说我哪里痛啊 怎么样 那你怎么样去问诊呢 其实他们就 动物看医生真的比较像是 就是人医的小儿科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最主要还是要询问 他们的爸爸妈妈 就是说他过去的一些病史的状况 那或者是说他这次就诊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那他们观察到 他们的动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等于是说有点像是就是抽丝剥茧 就是说从他们给我们的资讯上面去找 看他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那可能还需要配合比如说我们需要去帮他做一些肢体上面 要去帮他做检查 不管是听诊或者是说就是摸一摸他的肚子 或者是全身的淋巴结 对那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说话 所以说其实光是在资讯上面的取得 然后还有就是帮他们做光是 就是全身的摸一摸听一听的这些检查 其实就需要耗费很多时间这样子 所以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平均一个诊你要多久的时间 就是如果说他真的是从来没有来过 那第一次来看的话 那我们光是这样子得到这些资讯 也许就是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所以杨医师我想问一下 平常我们人看一个诊 大概十几分钟最多吧 至少出诊也不可能那么长 我去台湾的欠宝我刚刚听到 而且刚刚那个背景 第一个我觉得跟人的医院真的 看人的医院是没什么差别 第二个我想就像卢医师所提的 因为狗它在 我相信以人的观点来讲 狗是人来看诊 它会说出我们的主述 会说出过去的生活状况 现在的一些情况 包括用药等等 那动物它没办法 那动物没办法 你真的需要花时间从头检查到脚 就跟小小baby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看啊 那但是时间上我相信 其实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看起来这个狗的福利 就是它在看诊问诊的那个品质 好像比人还高 比人还要好 所以我问一下 医师我想问一下 所以刚刚我们在讨论的 就是说传统的那个动物 其实我们看到好像并没有这么好 可是现在因为宠物变成人的一部分 而且是很重要的精神伙伴 所以整个医疗的品质也被提高了 所以你观察到 就是说台湾的动物医疗 是不是有哪些转变呢 从比较以往 可能是家庭的附属品 它变成家庭一份子 那在这样子的变化里面 其实宠物的主人 对于自己的宠物的关爱程度 其实是与日俱增 那对于它的健康 跟它相关的一些事情 也会更花心思去照顾它们 那对我们兽医师来讲 它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提供它更好的服务 对于动物来讲 我们当然最重要的目的是 让动物能够有更良好的这个健康 所以我们的很多 都必须要从这个地方来想 所以包括所有的设施设备 是不是也都很不一样了 对因为现在疾病分越来越仔细 所以你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检验 然后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动物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可不可以举例一下 你们到底有哪些设施设备 除了最简单的一些血检 或者采样之外 另外我们当然有些比较高端的影像 可是跟人一比小 我们还是差了非常的多 但是基本上有了这些仪器之后 可以帮助我们取得更多的资讯 所以我们可以在治疗之前 就了解说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疾病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疗 是比较好的方式 在选择上我们会更精准 我举个例 因为你是特别是癌症中心 那通常如果要确定癌症 有很多的什么电脑断层 核直共振 这些设备你们有没有 台大最近开始就是已经 核直共振我们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电脑断层最近才采购成功 然后现在开始服务 一台多少钱 我们的算是比较 不是这么高阶 它大概是16000 我记得花了大概接近 1800到2000万左右 也很贵 真的很贵 但是动物要照这些影像的时候 因为它会动 不像人 然后可以说我就不动 我就让你照 那你们怎么办 它必须要麻醉 全身麻醉 然后所以我们在风险的控管 在动物的评估都需要先做好了之后 然后在它的这个检验过程当中还要去 去关注到它生理上面的变化 以避免麻醉所造成的一些风险 所以照一次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要多少钱 因为看它所检查的部位的不同 所以从一万到两万多都有 看它检查的详细的程度 跟它所需要检查的部位而决定 听起来这个医疗所费不支 包括我们在说的癌症 以后可能还要化疗 所以这个整个癌症的这个 我看起来以后可能会发展的很好 宠物的医疗基本上还是直至于在 续组对于宠物的干碍 那我们有各式各样各种不同的 花费成本的治疗方法 那像以前我们没有这么多高端的一些检验设备 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但能够让我们去确诊 然后用比较好的方法去帮助这个动物 所以重点其实还是在这个动物本身 而不是在于说 我应该要花到多少钱才能够做什么事情 应该完完全全直接在这个动物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承担像这样子的成本 来做这样子的治疗 对 延续这个 其实日本一年在宠物的医疗费用大概是1000亿 那我不晓得台湾有多少 所以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梅顾问 就是说我们看起来这个宠物的医疗 这个产业是不是很值得发展 因为宠物的爸爸妈妈真的很心疼 一定会带他去看 可是每一次看下来不得了 真的都一两千块跑不掉 对 宠物市场的发展 其实就少子化跟高龄化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结构来讲 它其实是不断的蓬勃发展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产业 但是因为它有一个相对的进入门槛 因为它有专业性的问题 再来是有一些相关的执照的问题 所以并不是那么多人都想要可以投入 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门槛限制在 那在日本的整个宠物市场 医疗市场大概一千亿的这样一个规模情况下 台湾到底有多少一个规模 其实并没有很实际的数据 因为在目前 很多的动物医院 他们其实是所谓的执行业务所得 所以有很多的部分 其实是并没有公开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并没有很明确的知道说 到底台湾目前的规模大概在多少 这么多的视频